天啊 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回來英事物生存日記 我們在上一次瑞克回去救出DAROL之後 DAROL把我們一些情報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個地方要確認 到底哪裡是尼根的基地 那據說有一個在北方 那北方就自然就交給我們這個崔佛啦 那在去這個可能是尼根的基地之前呢 我們上一次這邊有一個那個廢棄飛機場那邊招募到的軍人啊 他說他們曾經在一個地方有一個集結的營地 如果那個地方還在的話 我們說不定可以在那邊招募一點人 畢竟到時候我們在下一集就要攻打尼根的基地了 那所以呢我想說今天這一集就再去募點兵吧 然後我們到時候就把這一批軍隊 就是帶到尼根的基地那邊準備開戰這樣子 OK好那我們今天先讓一個軍人跟著我們 讓他帶著我們到這個他們之前生存的地方 好但今天就開了這台好久不見的汗馬車啦 好帶著他這個軍人自己走到後座 他是要跑上去的意思嗎 不錯不錯身為這個軍人果然是有一定的水準啊 好那我們走吧 這跟天線應該不會摸到 好應該會摸到那個天花板 OK出來了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他給我標了一個大頭針在這個地方是不是 這裡我們是不是還沒有去過啊 嗯看起來是沒有去過好吧 我們現在今天就往那邊走吧 今天就不再是什麼戰地風雲了 希望上次那一集大家會喜歡 沙漠戰地的那種FU 不要這樣對我 這種時候還有人在偷錢啊 嗯 走開 紅了他們 紅了他們 哎呦呦呦 這個這個支線任務有的時候感覺很好笑 哦哦哦哦哦這個軍人已經 還在亂打這個路上的上司們應該沒差啦 我們這看馬車嘛 看到誰想撞誰就撞誰 哎這個路是怎麼這個路在哪裡啊 哦在這好我們花點時間趕緊過去 這個路是在哎呦我怎麼好像來過這邊蠻多次的樣子 上次是食人族再左轉進去 哦哦哦哦 對這裡下去還有一條地方 嗯 就在這邊嗎 這個天空好 這個天空也太 太美了吧 天啊 這個跟我們的這個背景 這個故事背景不太搭嘎 哎呦呦殺戮殺戮殺戮 這個地方是 有人嗎好像有看到人 這是一片叢林裡的基地 他們應該不會攻擊我們吧 大家都是同一個軍人 你們看我們是身穿的同樣的也是 哦他好像 OK他是正常軍人 我們把車子開進來一下 看一下這邊的軍人在幹什麼 來來一下 哦他們還有坦克車和這個耶 汗馬車耶 帥哦 來來來 身為軍人車 軍人就是應該互相幫忙的 你好啊你好啊 這位長官 我們帶著你的之前的同伴們 然後來把你們都帶回去了 有很多觀眾就喜歡我招募這些軍人嗎 那我們今天就把一些軍人給招募回去 可是這個車子不知道夠不夠做 不如就把兩台汗馬車都給弄回去吧 哎這個軍人怎麼 有沒有武器嗎 應該有吧 不管 我來看一下他們到底在幹嘛 OK這裡看起來像這位指揮官 指揮官你好 我們要把你們幾個人一起帶走 願不願意跟我們去攻打尼根呢 OK這個指揮官肯定是願意的啊 你看他這樣看著我非常的願意啊 我們等一下就把一些軍人給招募起來 我們先逛一下他們的基地 嗯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可能會 那個地方有可能會有尼根的人也可能不會有 哎呦 這邊怎麼瞬間停一台車在這裡 就等嗎 等一下 哎呦 放心放心 這個交給我交給我 這個 上司呢 不要害怕這些上司 哎呦 那個上司move一下 哎呦 我換個燃燒彈哈 畢竟這個基地人不會攻擊嘛 帥喔帥喔 好我們再來逛一下這基地裡面 呃 坦克車我們倒是有了 應該是不太需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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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一條路對不對 走過來看看 我們來探行一下 歷險祭 吹佛歷險祭 這個地方是 喔看到看到他們上面還有一個 喔好酷喔 他們把這個地方 弄成一個像是獨立的通道在這樣子 過來就是可以節省一點 空間啊 還是屋子等等 就不要 不要把腹地弄太大 有效的這個 區隔這些上司 啊這裡有什麼 這裡就一個料案台嗎 喔看到 這台是 那個攻擊直升機 我們現在是不是沒有任何攻擊直升機啊 那太好了 下一集應該就可以用上這個直升機了 那麼 這個直升機到時候 我看看 我們讓這個軍人小夥伴 留一點人在這個地方 到時候我們可能會有一批軍隊組織 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像那時候立他邪教一樣 用切換視角的方式 OKOK 就這個地方有一個 烏雲直升機 好下一集 他們應該就會跟著我們一起行動 太好了 這是我們非常必要的戰鬥能力 然後看一下 哇 我們把這些軍人 打包帶一帶 然後準備去探查一下這個 尼根 疑似尼根的基地啊 來 走吧 Let's go 好啦我們現在這個 把這些軍人給帶走啊 哇 這地方怎麼這麼多車在這裡 喔 他好機動 他好機動 我們帶了他的夥伴 我看一下我們現在車上什麼東西 喔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哇靠這台車上可以坐九個人啊 這個 借我過一下喔 走這邊 欸我怎麼覺得 這裡好像是不是曾經有來過啊 我怎麼記得好像很久以前有來過這個地方 然後也是帶了一些人這樣子走 喔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這個空投物資嗎 這個PUBG 欸這個沒力威懾的車怎麼會這樣擺 欸 欸 坐了快五十張的音速度 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況啊 這個就厲害了啊 這車不要從天空上落下來 好啦 我們現在趕緊前往這個湖邊來調查 因為之前 我們之前是不是曾經說過 尼根的基地很有可能在一個靠海的位置 所以呢 今天這一集我們就去最後一個地方確認 因為我們上次 我們去了其實非常多的地方喔 上次什麼邊邊角角一些海邊都去過 現在這個就湖邊還沒有來過 OK 我們今天就來這個湖邊調查一下吧 我剛剛在來的路上呢 把這個覺得這個 頭上這個很吵的這個軍人先把它放到旁邊 要不然 一直打槍槍 容易招惹到那個啊 敵人的注意啊 好不好我覺得 尼根的基地會不會在這裡啊 這邊不是有一個小小村莊嗎 現在看一下 沒有 這邊看起來是空的 喔 這個上次還在這個地方把門給打開 太恐怖了吧 看一下我現在車內的軍人有誰 OK 好 我們應該去世代發 準備找這個尼根最有可能的基地 竟然不是在這裡喔 我還以為會在這裡 那我們再往前走一點好了 下面有一輛飛機耶 各位看一下 哇 一個客機就這樣倒在那個地方啊 怎麼搞的 上面有一棟 獨立出來的建築物 該不會那個地方 就是尼根的基地了吧 上來 我們上去 我們爬到上面去看一下 來 這裡 路很窄要小心 我很怕這旁邊兩個軍人被上司絆倒然後就掉下去 糟糕了 這裡一個被擋住了 這車子過去嗎 硬過看看 這個軍人很有可能被錄下去喔 他被錄下去了 我們先把車開過去 他應該會過來 軍人老弟 來來來 抱歉抱歉抱歉 跟著我回來吧 快點 OK Oh my God Oh my God 不要再往前開 我們先沒辦法確認 對方的那個 身份是什麼 看不太到 我身上有沒有GG槍之類的東西啊 我們先下車 瞬間下車什麼 等一下喔 看一下喔 OK 看起來是摩托幫的 是摩托幫的人 是摩托幫的人 各位 我們現在準備戰鬥了 我們先讓他們 呃 應該不要上車吧 好 來囉 我們準備 四機的洞 應該把他 康貝起來 往前推 不是走錯地方了 各位 各位夥伴們 呃 這些夥伴 先開箱子 這裡這裡這裡 不是不是不是 先叫他們破了 來來來來 有人發現我們 有人發現我們 呃 被發現了 康貝康貝 康貝 呃他們怎麼有些人往下跳 是怎麼搞的 快快快快 救世軍發現我們了 嗚呼呼呼呼呼呼 閃下直戰 閃下直戰 欸這裡沒辦法當野兵 往前推往前推 往前推進 軍人們 來吧來吧來吧 這個地方怎麼搞的 堆成 成三成四十 那裡面是不是有人啊 找個野兵 裡面有 裡面有叫聲 欸 走這裡 爬過來 喔那裡還有一個 還有人嗎還有人嗎 裡面還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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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人們往前推往前推 上上上 這個還沒死 Oh my God Oh my God 快快快 我想給他們一點發揮空間 我在躲子彈 我在躲子彈 放個子彈快點 快點 欸打上去打上去 軍人們打上去 你們的 你們平時的那個訓練 訓練有數的樣子 跑去哪裡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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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這個路太窄 現在我們 要進去裡面要很小心 燒起來燒起來燒起來 裡面燒起來了 喔這個火焰 欸這個火焰蛋好猛喔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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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推進 pushpush 往前進去看 欸有一個軍人 糟糕有軍人倒地 我們已經有夥伴倒地了 這邊還有一個 想躲 欸走這邊要小心一點喔 走 走 左車要小心 左車要小心 還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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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嗎 欸還有一個 後面還有一個 糟糕沒子彈 What the hell 這女人怎麼搞的 喔 轟了一下爆炸 哇靠 呃 催佛催佛 催佛快醒來快點 催佛 完了催佛被炸暈了 催佛被炸暈了 欸軍人夥伴跑到那去 軍人夥伴怎麼都不見了 那裡還有兩個 那裡還有兩個 沒有用的完全沒有用的軍人夥伴 你真的不是很醜 OK 這個地方是 該不會又是尼根其中一個補給站吧 這些人全部都是 摩托幫的啊 之前就說過 摩托幫的人就是 尼根的手下 我們這個故事設定就是這樣子 欸他們有 為什麼他們沒有出現在那個地方 欸這個 剛剛怎麼轟的一下就爆炸了啊 我這個剛剛還被炸暈欸 催佛 這邊有武器箱 太好了 這個我們可能可以拿著這些武器 然後到時候準備 攻打尼根基地 因為這個地方排除了 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地方了 剩最後一個地方 我們還沒有去過 那裡就是尼根的老巢了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知道尼根老巢在哪裡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猜猜看啊 我們就來看看下一集尼根的位置 到底在什麼地方 他的救世軍目前已經被我們轟了已經 應該已經快被轟爛了吧 我們已經轟過他好幾個基地了欸 補給站 然後還有 還有哪裡 反正很多地方就對了是不是 我們好像打了蠻多場戰役的 那個一直都沒有找尼根 不過應該快找到 OK這裡還有武器是不是 這裡還有一點彈藥 嗯 還有RPG的彈頭在這邊 喔呦 還有這個火神機槍也在這裡 不錯不錯不錯 拿了很多東西 這邊他們利用車子來 堆這個掩蔽物 然後讓那個 上司們不靠近 這個方法真的是挺聰明的 不過也限制住自己的發育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是擁有這些直升機代步的工具 我在猜 OK好 那我們 匯集一下軍人夥伴 然後我們準備 回到那個市區 跟著這個瑞克一起前進 我們現在 我們軍人剩幾個人 12345 我們今天招募到了5個軍人 在這個地方 好了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這個角面紹站 還有招募軍人的篇章就做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到我的FB粉絲這邊按讚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殷屍路 再見囉 我們走到這支影片 我 我